劍工不值波羅比堅 三切梦境 又为你却 此地众生 获募休息 无上圣圣为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 所有的贤士同修代表 好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金刚经》 《金刚经》所阐述的 就是整个人的人生的一生 如何降服其心 心在哪里 如何降服 谁要来降服 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烦恼在我们眼前 你把它看为敌人 敌人究竟是哪一位是敌人 所以我们世间上 我们走一趟人生 我们要珍惜 我们要去悟 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眼睛 给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鼻子 鼻子 鼻子的身 五位大官 守护着我们的灵性 尤其 尤其鬼谷县是王残老祖 开出我们要修口 口是最难修啦 口的范围也太多了太多了 说好话以外 吃东西要小心 尤其现在 吃的东西 多得不得了 现在什么养生 都是养生的 死的绝对吃不了 不是养死的 养生 人生的养生哥 人生来世几次灾啊 啊 来到世界有几次呢 很难讲 从我误了 我懂了 我来世间 地球上二十八趟 到地球上二十八趟 我也看过自己回去看过 曾经自己当为两世 是大白杀 大白杀 我没有杀生 我嘴开开他们就跑进来 他们进来就是屯进去了而已啊 到最后还是被杀 拿去做肥皂 相造 做给其他的功能用 所以你要去悟啊 你看到喔 悟是爱啊 我们的灵性是永恒 这个佛告诉我们的生命是永恒啊 那么在我们儒家中国 儒家孔子 他怎么来表示 告罪我们 生命是永恒啊 他无道 一以贯之 无 不是我 我是假的 现在我头大大的 这是我爸爸妈妈生给我了 是假的 暂时用几十年而已啊 无 就是心啊 所以中国造作很厉害耶 很厉害耶 很厉害耶 中国人的造作 也长杰公造作很厉害 五 口 五 就是五黄 五行 五韵 五官 五官 啊 口 就是有生命的 有口 这整个合起来 就生命 也是代表我们的心 也是代表我们的灵 哦 所以无道 无道 一以贯之 啊 无道 一以贯之 太妙 太妙了 那就是我们的灵性嘛 我们的生命嘛 一年何何 投胎转世在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动物 啊 不同的 国度 不同的 夫种 所以这个都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 投胎转世 是一次孔子几十岁七十几岁 啊 但是他的灵性 他的慧病 留下来到现在啊 2560几年 他的智慧的生命 所以智慧的生命 是最宝贵啊 所以王才脑独开束我们 所以我维心心事动物 地质 大众 一定要修行 要修行 好 为了 你知道各位有信心 所以我在一星大学 微信社教学院背后那里 要盖一栋 很大的 说大也不大啦 只有一百 对不起 好 一个九层楼 九层楼的 这个 我们的维心 好 养贤 养贤 养贤楼 总共 这宽都有三十 乘三十米 高有二十六米 我计划能够也是三十米 好 这里面 都供养到各位 你们这一生 所修行所悟的 四龙共商百业 好 维心贤士你们的作品 你们的成果智慧的生命 供养在那里 这是养贤楼 这是养贤楼 中华文化远远流长七千年 中华文化道统一经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让我们这一生 我们所努力的 所留下来的 智慧生命 是永恒的 来生 你有机会再来走一趟 你可以回来看一看 你去看一看 换到这个 出来 拿出来看 你会很自然的 会把他想的 请出来看 结果看一看 哎呀 写的乱七八糟啊 怎么这样呢 哦 你结果你的妈 从头骂到尾 就是骂你自己 全身不休 啊 那因为师父 为什么 让他 让我把他典长起来 这个也是道 也是道 什么道 另外太极一面的禅 自我以后 后人 都看法 啊 你被骂了 你在灵魂界 都要皮皮刺 又没有手 又没有鼻 又没有手 又没有手把我重新来 那我里面 我就供养 你们的 这个智慧 滑跑 但是不放你们的骨头 骨头 骨头 你们就葬到 其他地方去咯 这骨头很快就毁灭咯 消失咯 但是 这个法 有如孔子的述书五经 哈 释迦牟尼佛经 圣经 可兰经 道经 整整整 全部留下来了啦 我们今天才有书可以读啦 所以你要去结啊 你要正面的结 要正结 不要悟结 哈 信结 你相信这个法 王长老祖所传的法 你相信佛法 你就要去结 才有开经济 无上甚甚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 所见的 所听的 就是观音法门嘛 我今见闻 得寿词 我已经得到了 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心里面 然后愿解如来 尊实义啊 你从里面 你要花这个愿 要修 来结 如来 真实到真实义 所以我们叫做实相 上次几天都讲实相 实相叫心安也 心安的状态为实相 好 那么你要达到心安的真实相 你一定要有修行 要知一切法 要知正法 要正解 信解受 受更困难啦 往往我们都有一个排他性 我们都有排斥性 当你有排他性的时候 你会受不了 反正你能够包容的时候 你悟的时候 地球上的所有万生万物 好坏 都是你心中的一个分子 微成众生耶 所以那个是瘦啊 而生包容啊 了解自己的心啊 所以各位我们做的平时 你一定要把地球放在心中来 你由上往下看 学习佛啊 他释迦摩尼尔上面捧着一个圆脸的 圆脸的 圆脸的人说磨灵珠 一些人的 哎呀磨灵珠里面什么是材料 我告诉你绘画 那时候里面是空的啦 空间 叫人要有包容啊 所以我要信解受 了解这个政法 你一定要悟啊 要正确的见解 若是你没有正确的见解啊 那 你会 很痛苦一生 所以释迦摩尼佛 他成就 成道 正道开悟的那一撒那后 他就提出一个 正见 正确的见解 很重要 正确的见解 要先问我 我是谁 现在我所看到 发生在我眼前的是什么 是什么因缘 你要很客观来看这件事情 包括自己的喜怒哀乐 全部回来看自己 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 你看一看你今天自己所过的事情 所过的做的一些事情 对与不对 自己一定要好好来 自我反省忏悔 我每天都一定要这样来做 所以当我了解到这一个 自我反省忏悔之后 所以我在民国七十四年 好好练佛 一直阿弥陀佛 一直练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 过去很多事情 会来谋考 考验你 让你动你的练 一动练 那你当下 台湾就多一个街上 趴趴走的 四季都穿同一件衣服的 一件衣服趴趴走啊 就是走火入魔嘛 所以要修行的人 先从反省忏悔开始 若是没有反省忏悔 你说我还有什么 我来去多一 有什么好的话 我要来结婚 哎哟 两个法 反省忏悔 那的话 你就能够 先安自己的 妄念 自己的妄念安住了 你就能安心 那么你要唤醒忏悔 忏悔之后你又如何呢 你必须要 有八条正确的路 八正道 正确的见觉 正确的思维 一件事情都想一想啊 正确的说话 所以老子要我们修口嘛 正确的表达 然后 正业 正确的去工作 好 那么正念 正确的念头 好 我们一般人 念头就是 关系到慈悲 也不慈悲啦 正业 正念 然后正命 正确的命 了解自己的福德因缘 那我们当下 王产老主有传了八卦 六十四卦的命卦残结 我在十月十八日到十月十一月十七日三十天的华会 早上在慈悟寺 就传堂 《维新圣教三十经》 下午 我就会来讲解五路财神经 五路财神经 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本命 正命 如何阻止 所以要先自己的命 了解到自己的这一生理的方向怎么样 然后正经进孝道 你孝道不好的四月会做好 我就不相信 因为我们做四月的人 我们的守护神都是祖先 祖灵祖先做我们的守护神 你信有信有福 你要拜佛 很简单 佛他有八条路 其中当下我一直求佛的拜佛 你的孝道有没有做 当下你孝道没有进到孝道 你拜佛没用啦 拜佛的啦 没没骗骗啦 哦我是学佛咧咧 佛一开始出家 修悟道以后 还是回到家里 要度自己的爸爸 还是度日静患王 还是要路进家族 哦 所以我们学佛佛有八条路欸 你说佛就像我学佛了 这是学佛的 表面你看到佛很好哦 世气兄 他背后告诉,有没有 看他好多不做 没有 哎呀,某某片片,不要再讲了,再讲我的正语,正确的说话,我的口头就优秀了啦 提醒各位,你要学我,就是孝道,讲爱我啦 正命,你就了解自己的命啊,正念,就阻止啊,慈悲啊 那再来,正经进,佛是一直很努力的正经进,所以我们才有,在今年以未来的拜提公文时,我们维新道账,15615卷册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老祖就开示了,对维新道账的四具体啊,就是,维维道账 三大千啊,风风雨雨啊,七千年,千锤,百恋,不偏宜啊, 千锤,百恋,不偏宜啊,然后呢,荒有天理,传世间 所以,维新道账,在三十三年的时间,王产老祖传下来这个话 在风风雨雨七千年的文化里,千锤百恋,百千万亿劫,蒙蒙考考,王产老祖借着各位同修,社会大众的问题, 随时出现出来,王产老祖就开示了,如何降伏其心 降伏这个烦恼,所以合起来,就有道账15615卷,目前已经开建石坛都圆满了 在原版的那一天,104年10月19日,土城安心道账那一天,开建的时候 那天,若是维新道账,石坛安心台湾固守地球法界,若是正确的话 那一定要有天地大震动来相辉应,结果,10月19日,那一天,在土城安心道账,开建圆满的时候 总共地球在台湾北部震动地震13次的地震南相辉应 所以各位同修,大家要有信心,王产老祖传妙华 就是说,威威道账三大千,轰轰轰轰轰七千年 千垂百任,不偏矣,这个妙华 荒有天理传世间,回心道账 今天我们共修上回一个段落,祝福各位 谢谢